为了庆祝儿童节 花莲士林幼儿园 从30号开始一连三天 为小、中、大班的学童 个别办理了欢庆的活动 在31号登场的是中班的 一同去野餐 老师精心设计出 一系列的体能闯关活动 让孩子开心游玩 并且对自己设下了期许 而在游戏过后 小朋友也拿出彼此 事先准备好的食物 一同分享野餐 让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欢乐 小朋友在许下愿望之后 把手中的步球奋力一丢 希望可以丢进许愿球池 替自己的愿望加持 为了庆祝儿童节 花莲士林幼儿园中班老师 31号特别设计了一系列体能游戏 让孩子们可以活动筋骨 开心游玩 游戏过后就是小朋友们最期待的野餐活动 桌上摆满各式各样丰盛餐点 都是家长事先准备好的 小朋友们拿着小碗 有秩序的排队取餐 挑选自己爱吃的食物 回到野餐店上和同学们 开心的大快朵頤 小朋友好不好吃 好吃 我们要谢谢爸爸妈妈好不好 好 我们首先跟小朋友们说 儿童节的由来 再来在游戏的当中 让小朋友能够利用 今天特别属于他们的日子里面 他能够用爬的动作 来练习大肌肉小肌肉的活动 同时也丢布球 丢进去许愿池 让他们许下今天儿童节的愿望 原长曾凡杰也代表 市长魏嘉贤 制证儿童节礼物给每一位小朋友 祝福他们可以健康快乐长大 也希望借此带给幼儿很棒的学习 期盼所有的孩子们 能够在童年里留下许多幸福快乐的回忆 儿童节快乐 借学力情花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